在基隆捷运建好之前,基隆港就会先被灭 而这个难题就是基隆港货运后场严重不足的问题 有鉴于基隆捷运沿线仓储区的变更,恐怕会危及基隆港被灭港 市议员林沛祥在总质询时,点出基隆港货运后场严重不足的问题 所谓的后场,也就是说 当船停在我们基隆西岸的货运码头的时候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平地是相对稀少的 所以它的货柜没有办法放在船边,直接做拆并柜跟运输功能 所以它必须到北五堵暖暖,甚至我安乐区的上置货柜 去做拆并柜跟运输货物 而如果一个港口的码头没有后场的支援 那这个港口会被海运业者自动的抛弃 所以是直接威胁到我们基隆目前在地最大产业 基隆货运港非常严重的威胁 所以在这边我想就叫产发处或者是都发处 未来是否有针对基隆港仓储地的通盘规划 都发处长谢肖坤指出 仓储区面临转型过程中必须要管控 确保足够的港部用地运作 逐渐带动城市与产业的转型 我们应该跟港公司的确针对这个问题 来进行这个全市的一些盘点 那包含刚刚一座讲的 就是在剩余的这一些仓储区 在面临这个长期还有一段时间 在慢慢转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个管控 可能就是它在变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也要去邀请这个港公司来讨论 就是说要盘点剩余足够的 在确保这个港部用地这些可以运作的情况下 那逐渐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转型跟产业的转型 阐发处长林鼎超表示 招商引资是新团队要做的 是否都会积极来协助办理 未来我是希望可以赶快跟这些货运的公司 来积极来沟通来协调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 包含像安乐区或者是七堵区或者是暖暖区 如果他们觉得有一些比较适合开发这个后厂的地方 我们都会来积极来协助来办理 市长谢国良达巡师表示 会召开专案协调 打造基隆系科Utown 让基隆人留在基隆就业 就是捷运进来是好事 但是沿线的这些仓储区 他们未来的作业移转等等 未来我们会请秘书长 会召开一个专案小组 会跟这些业者来讨论 港务的部分跟观光的部分 我们是觉得说基隆市站在我们的立场 还是希望能够并重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我一直主张